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将赋予这座城市超乎他们想象的财富,一家全美国的科技公司,数万个就业岗位和50亿美元的投资,到上个月宣布获胜者的时候,人们已经明白了现实,亚马逊将在纽约长岛市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水晶城、Crystal City、社区队等分配新总部。 在美国梦的下一个伟大故事中,亚马逊没有复兴一个挣扎中的大都市的计划,而此前许多人相信他会的。 相反,他的存在将重塑他所搬到的任何地方的特色,可能会赶走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代之以从全国各地引进的高薪技术人才。 这场竞争只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手段。 亚马逊2018年的成绩单可能听起来是这样的。 亚马逊提高了工资,发布了一些很酷的产品,并宣布了进军一个陷入困境。 需要关注的城市的计划,这很容易得到A的评分。 但今年,亚马逊不断发现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的新总部选址竞赛,让入围城市的居民祈祷自己不会被选中。 他最大的宣传举措,将出使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这是在长期的尴尬和压力之后才开始的。 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警告。 从功能上讲,亚马逊的2018年是一个不错的年份。 但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是一个转变的时机。 总的来说,消费者仍然热爱并享受亚马逊。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该公司仍然比银行、非盈利组织和宗教机构更受信任。 他在感恩节周末,售出了一、八亿件商品。 网络星期一,Cyber Money,是他史上最大的购物日。 该公司的无收银财结账技术现在已经扩展到三个州的九个地点。 并在今年发布了许多很棒的新消费产品。 有两款产品特别受欢迎。 一款是升级版的Echodat,音质远超其他产品。 另一款是防水的Paperwhite,是我们梦寐以求的Tindle。 粉丝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然而,你也不能说2018年对亚马逊来说是特别好的一年。 这主要是由于他自己,今年早些时候,当对亚马逊仓库工资的不满达到费点时。 该公司选择了与参议员博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其被习称为阻止贝佐斯的法案开战。 最终屈服,接受了仅仅提高员工工资的轻松胜利。 亚马逊当时看起来很宽宏大量,但接下来几个月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加薪警告影响了他的行动。 亚马逊的新总部HQ2是最大的乌龙球。 对于亚马逊和所有相关城市来说,把这个传说中的奖项一分为二,很可能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但在一年多的大肆宣传之后,这感觉像是一种严重的背叛。 人们希望这家公司能够善用它的变革力量。 最终,在围绕着亚马逊可以选择重建的小城镇进行了种种猜测之后, 该公司选择在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这个不算小的社区选址。 长岛市已经是一个人口稠密,正在中产阶级化的地区,正努力应对住房危机。 亚马逊的到来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剧这些问题。 而且在转移开始时,它非但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反而成了社区抵制的焦点。 尽管亚马逊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敌人,但在政治势头方面,它也没能把握住形势。 但是,该公司向ICE推销了一种面部识别系统,而就在此时,其他公司却遭遇了员工抗议潮。 因为他们与移民局,Immigration Agency之间的合同仍在继续。 移民局今年最出名的行动是将非法移民的孩子与父母分开,并把他们关在笼子里。 亚马逊的员工也进行了抗议,但几个月后,该公司证实将继续向职法部门出售该软件。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已经变得太大,需要被分拆的说法正在盛销城上。 亚马逊当然没有首当其冲Fastbook和谷歌是主要目标,但它也没有被完全忽视。 因为欧盟正开始调查公司关于数据收集的做法,这被视为是潜在反竞争的。